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AD垂直平面BCD 如果BC BC這條直線跟CD垂直 這個是垂直 那根據三垂線定理的話 你引這個AC的話 引AC的話 他也一定跟BC垂直 也就是說這個也會是一個直角 根據三垂線定理 我把它連結起來的話 這AC他也會垂直於BC 好現在他說這個AD等於6 這是等於6 然後BD等於8 好 那麼他要求什麼呢 AC的平方 加上BC的平方 好 那AC等於多少 我們看看 AC的平方等於多少 因為 因為三角形 ACD是一個只有三角形 因為AD跟整個平面垂直 所以這是一個直角 AC的平方是等於AD的平方 然後 加上CD的平方 加上CD的平方 好 那你現在的話 VC的平方等於多少 VC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因為DC跟VC垂直 這個等於多少 VC的平方 是等於VD的平方 這斜平方 減掉CD的平方 就VD的平方 減掉CD的平方 所以這兩個可以 可以把它給消掉 所以等多少 這個是等於AD的平方 那再加多少 加那個VD的平方 好 那以致呢 這個AD的平方 是等於6的平方 加上VD VD的話多少 VD是8 8的平方 所以是等於100 等於100 這個是10的平方 6的平方加8的平方的磁力平方 答案是100